说到互换率 它的概念就是一个果蝇 它所产生的配子中 有多少比例的配子发生了互换 它的染色也是互换后的 可是配子看不到嘛 我们就让它跟一个同型的隐形盒子杂交 再有子带各表征的比例 可以得知有多少个体子带 获得了这个互换后的配子 这是配子 配子的比例我没办法算 我让它受精之后看子带来反推 有互换后配子的比例 既然我们知道所谓的互换率 是有多少的配子发生互换 它所在的比例 我们来看 假设这边有个生殖母细胞 生殖母细胞我们学过了 生殖母细胞比如说 晶圆细胞或软圆细胞 这个生殖母细胞呢 它的染色体会先做 做染色体复制 复制之后呢 就要进行减速分裂 在减速分裂第一阶段 开始复习以前选到的 所以写个 写错了 减速分裂第一阶段 减一才对 是不是会发生一个 叫前期三部曲 合模消失 染色体浓缩的胖胞状 连绘 连绘还记得吗 就是二分体染色体 靠在一起 形成四分体 这个结构叫做四分体 好了 这叫连绘 第一号染色体连绘 第二号染色体连绘 第三号染色体在一起 我们一起都称号 它叫做 一号跟一号在一起 二号跟二号在一起 四号跟四号在一起 大家怎么在联合约会呀 就称为联会 这个新鸟叫联会 以前学过的 联合约会 联会 联会就算了 互换就是发生在联会这个阶段 我现在换个颜色比比较好看 假设我的金型上面是连大A 大A 另外一个染色也是小A 小A 这个是大A 下面呢是大B 大B 为什么这两个大B 因为这两个是姐妹染色分体 是经复制而来的嘛 所以小B会等于小B 大B会等于大B 好 互换就是我这边的大B跟这边的小B交换了 我们的互换的时候发生在四分体阶段 四分体有四根染色分体 只有中间这两根会发生交换 脚跟脚靠近才会交换 那靠旁边的这两个打三角形的呢 不会交换 这是关键哦 联会时会发生互换 互换不是全部换过去 只有中间的两个染色体 只有中间的两个染色分体会交换 好 交换完之后呢 我把这个模式画下 画清楚 一根 两根 三根 四根 最外面的两根没有互换 所以一样是大A连大B跟小A连小B 可是中间的两根 上面是大A 这边是小B 这边是小A 下面换了 这边换成小B 这边换成大B 看到没有 关键在于中间的这两个发生交换 只有中间两条染色分体 外面两条没有 好 这四条染色分体 各自移成到不同的配置里 那是不是只有中间这两个配置 本来应该是大连大或是小连小 结果中间这两个配置出现大连小 小连大 这两个就是互换过的 好 如果你的生子母细胞都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有一半的配置有互换 此时互换率就是50% 另外两个配置没有互换 有两个配置互换 互换率高达50% 这是你所有的配置母细胞都发生互换的结果 到这里先停住 接下来我们来描述另外一个复杂的现象 如果我的生子母细胞在这里 并没有全部的生子母细胞都发生互换 假设我发生互换的细胞 只有20%的生子母细胞 有80%的生子母细胞 根本没有互换 我们用来看看这个比较复杂的结果 那这80%的生子母细胞没互换 它的配置就正常啊 大连大 小连小 是不是都没有互换 好 那既然是80% 这四个是不是分到20% 20% 这个20% 加起来80%的配置都没有互换 好停住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20%的细胞 这20%的细胞呢 发生了互换之后 是不是只有中间的那两个蓝色分体 发生互换了 它分配到各种不同的配置当中 左边到左边 中间到中间 右边到右边 是不是只有这两个发生互换 旁边这两个打生脚型的没有 所以我刚刚说我分配了20%的细胞发生互换 它的脂细胞 把这个20%分掉了 所以这在5% 这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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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20%分成4等份 其中中间这两个 发生互换了 所以是不是5加5 互换率10% 好了各位 这就是为什么互换率不高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配置母细胞都发生互换 发生互换的配置母细胞很少 那这么少的配置母细胞当中 散生的配置就中间这两个有发生互换 好各位在这边有没有看到一个有趣的比例 就是当你有20%的分生子母细胞发生互换 你的互换率只有它的一半 就是4% 我把这比例画出来 如果你有X百分比的母细胞发生互换 母细胞发生互换 你的互换率就只有2分之X百分比 生子母细胞发生互换的比例 会是互换率的两倍 比例是2比1 我们来看个极端的案例 百分之百的生子母细胞发生互换 互换率只能50% 2比1的关系 一个极端全部的母细胞发生互换 互换率50% 意思就是说 互换率最高就是50% 不可能再高了 全部的生子母细胞都发生互换 你的互换率应该是最高50% 这解释生子母细胞发生互换的比例 为什么是互换率的两倍 是这么来的 不是你这个母细胞发生互换 你的配子全部都有互换 只有一半的配子有互换 因为另外两个配子没有互换到 这是互换的原因 跟为什么互换率 跟产生互换率互换率互换的比例 不会是等同的 是2比1的关系 那这稍微一点复杂一些些 所以我们刚刚解释了 为什么互换率最高只有50% 那我们刚刚说 所谓的互换率就是 我们以配子中 有发生基因互换的配子比例 当作互换率 只是这个配子比例 你看不到啊 我们就来做释交 释交的结果 就可以反推 以配子中有发生互换 或没发生互换的配子的比例 所以我们是用操作型的操作方式来定义 来回来得到这个结论 所以就是摩根聪明的点 我用计算的方式 可以反对配子的比例 以上都是互换率的东西 那我们现在来用这个图来说一下互换率 因为刚刚有同学说 那这两个基因的位置是不是会有关系 一个在染色体的最上面 一个在染色体下面 如果两个基因都在染色体上面 会影响吗 各位不会影响的 我用这个图来解释 这个图的重点是 我这边画圈圈的这一个 这是这个图的核心 这个图的核心是说 当我形成四分体联会的时候 黑色染色体是大A大B大C连锁 黑色都是 为什么这两个黑色一样 它是复制来的姐妹染色分体 当然一模一样 好 我们看红色的 红色是A'B'C'这三个等规基因联锁 A'连着B'连着C' 那为什么两个红的一模一样 因为红的复制出红的 他们互为姐妹染色分体 是复制而来的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好的 如果今天发生什么事 我现在要确认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断裂了 发生交换 这个地方发生交换了 不就是上面这个吗 这边发生交换 所以只有C换过来 那就是情况A 不要A 这边已经太多字幕了 就是1号情况 这个1 如果是这边发生户外 就会是发生1号情况 所以所谓的互换就是 这些基因之间的片段断掉了 而互相转换重新连回去 以这个来讲就是 我画错地方了 应该是这边发生交换 这是情况A 最左边的没有改变 最右边的没有改变 但中间这两个 这边发生互换 那这样的互换我们怎么描述 互换发生在B与C基因之间 B与C基因之间发生互换 B与C基因之间发生互换 那这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那如果没有互换呢 就完全正常啊 大A大B大C联手 大A大B大C联手 A胖B胖C胖联手 A胖B胖C胖联手 这个是没互换的情况 我们再换第二种 有没有可能算第二种情况呢 我的互换发生在A与B基因之间 这就是情况2咯 这边是情况1咯 情况2的情况就是 最左边没有改变 最右边没有改变 但是A与B之间发生交换 所以这时候我们会说 哎呀这个互换的结果是 A与B之间发生交换 一旦交换下去之后 大A下面就连着B'C' 左右边就是A'就直接连着B与C 互换是整条换过去 所以互换不在于 我跟你两个基因点对点的交换 不是这样点对的交换 是从哪个以下整个换过去 整条染色你的下半步换过去 所以情况 我这边是不是写错了 写清楚一点 情况1如果是这边发生交换 这是情况1 情况2是这边发生交换 这是情况2 所以我们是指这个点断掉了 后面整条换过去 所以当你的B如果互换了 像这个来讲 B如果互换了 后面的C 不是不好意思 B如果互换了 后面的C会跟着互换 因为我是A跟B分之间交换 那如果上面是B跟C分之间交换 就是A跟B在一起 A放B放在一起 就看你互换的点 发生在哪里 OK到这边了解吗 那现在呢 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了 你看我A跟B之间是很近 B跟C之间是很远 我把A跟B之间发生互换的 叫做事件1 B跟C之间发生互换的 叫做事件2 你觉得事件1跟事件2 谁发生的几率比较高 事件1跟事件2 谁发生的几率会比较高 事件2为什么 因为比较长吗 任何一个地方发生断裂 任何一个地方发生断裂 都算是事件2 然后上面A跟B之间 任何一个地方发生断裂 都算是事件1 所以事件2容易发生 各位因此 B与C之间发生互换 不是不是不是 B与C之间 我弄错 我弄错了 哦 对了 不是上面啦 B与C之间发生互换 机会会比较常发生 A与B之间发生交换 会比较少发生 有发现 我的基因的距离 会决定你后面的互换几率 互换几率越高 可以反推你这两个基因距离比较远 互换的几率比较低 可以反推你这两个基因之间距离比较近 有发现吗 所以就有个科学家非常聪明的 他叫做 这有没有提到 就是说 既然我们的互换率可以当作两个基因的距离 它就是一种相对距离的观念 我就把互换率的数字 来代表两个基因之间的相对距离 你这两个基因之间的互换率好高 代表这两个基因之间距离比较远 你这两个基因互换率比较低 就代表你的基因的互换率比较低 那我就把不同的基因的互换率全部算出来 然后划出它在染色里上面的相对位置跟距离 我就可以把一个染色里上的基因全部换在上面了吗 这个现在就叫做 染色体区域图 当年摩根跟他的学生 就是利用互换率的方式 划出人类第一个 一条染色里上面不同基因的分布 他的基因怎么分配 然后怎么分布 谁跟谁距离多远 用互换率当作单位 那个单位是史托恩提出来的 史托恩是谁呢 就是摩根的学生 当时史托恩说 AR老师这个互换率的高低 可以距离距离 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种相对距离的指标 这个单位呢 我们就叫它Sentimorgan 比如说 A与B基因之间 互换率有10% 我就说 其中A与B之间 距离是10cm 其中A要大写 你看这个C很像公分 好像距离的单位 但是这边不是Cm的小写 这个M是Morgan Sentimorgan 所以10%我写成10cm 就是10% 那如果1%呢 就是1cm 所以以后 如果你在题目看到Sentimorgan 那就是互换率的单位 它就是距离的单位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单位呢 因为史托恩说 老师就是你发现你想到的概念 当然用你的姓来当作 那个单位的名字 所以用他老师的姓 摩根 来当作单位 各位明白了吼 嗯 以后老师你在课题上有什么重要的成就 Senticaptain 我可以接受 CC 大写C 或是什么什么Captain 我可以接受的O 以上就是这个观念 就是我可以把基因之间的距离 用互换率来表示 好 那怕各位不了解 为什么基因的距离 会影响它的互换率 我这边做一个简单的比喻 这个中间发生 这个之间发生交换 就有点像是 轨道脱轨了 轨道断了 然后这个断了 我就重新连 重新连轨道之后 连错就发生交换 好 那我就当作是轨道断裂而发生 出轨 然后轨道重新连 只要轨道断裂 就会发生互换 那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台北火车站到板桥火车站 这段距离 每一年发生出轨的几率 跟台北车站到高雄车站之间 每一年发生出轨的几率 谁比较高 一样的概念 是不是台北到高雄比较高 为什么 因为台北到板桥发生出轨 也算在台北到高雄上 对不对 而且台北到高雄这么的远 任何一点发生出轨都算是台北到高雄之间发生的事件 台北到板桥比较近 所以当时史托文跟摩根就说 原来距离会影响你发生断裂的几率 距离越长发生断裂的几率当然高了 就用这个当作单位 以上我们就说明一下 互换率为什么最多就是50% 以及它可以当作两个基因之间距离的关系的这个单位 我们称它为叫相对距离的单位 用互换率当单位 英文叫Senthimogen 以上是相关的应用 及互换率为什么可以代表两个基因距离的关系 以上是相关的应用